而说到校园要让阅读成为学童带着走的能力 新竹县文化局三月起推动《月进校园计划》为期五个月 包含有讲座行动书车的巡回和新书共读箱 要把最新的好书带进校园 而今年也首度结合幼儿园要让阅读向下扎根 行动书车上头摆放着各式各样的书籍 小朋友翻书看得起劲沉浸在书箱世界里开拓视野 带动全县阅读风气 文化局三月起推动《月进校园计划》 为期五个月要办29场次的阅读活动 我们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在三月一号起 我们推动《月进校园计划》 为期有五个月的时间 我们有15场的校园讲座 市场的行动书车的巡回 跟市场的校园的新书共读箱 总共有29次 我们是以多元创新有趣的方式来带领学童认识阅读 并把好的书带给校园 前进校园 15场讲座 市场行动书车巡回 以及市场的新书共读箱 文化局要突破图书馆苛旧框架的思维 主动走进校园 用多元创新有趣好玩的方式 带领学童认识阅读 把最新的好书带进校园 今年首度和幼儿园结合 要让阅读向下扎根 将会把优选汇本送到幼儿园 携手园内老师 让阅读成为学童 对着走的能力 今年首度和幼儿园一起来结合 我们期待让阅读可以向下扎根 将公共图书馆的馆藏优选汇本送到幼儿园 我们攜手校内的师生 共同推动阅读 从3月1号到3月11号 开放线上报名 欢迎县内的国小和幼儿园 踊跃报名参加 阅进校园活动 从3月1号到3月11号 开放线上报名 国小幼儿园都能参加 最新最优良的书籍 将会送到校园 要鼎亮孩子的阅读兴趣 进而爱上阅读 您的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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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 您的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